海鲜下锅 85块钱 随便吃 青椒蟹 蒸好一锅 继续下下一锅 这锅就全都是下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干嘛 我在跟车说话 夏天天有我操见 大家好 我是老虎 今天去海昌那边新开一家 蒸汽海鲜支柱才85以位 是真的很便宜 去看看它性价比怎么样 到了招牌好low 螃蟹池 这个池是蛮大的 我们有红花蟹 兰花蟹 还有山姆蟹 挺多挺小的 也有大的挑一下 这个太小了 这只可以 哇 还没买回来 还没买回来 这怎么少一个钳子 这个只可以 哇 钻到了钻到了 像这种自选型海鲜支柱 都是要挑的 你看 小的就 非常的小了 大的话也有 蛮大的 不过大的会比较少就是 这边是贝类 红里螺 上贝 鲍鱼 还有生蚝 花壳 青口贝 沙姆蟹 不知道有没有糕 老板 没虾 还没来 还没来是吧 好 熟食 有这个 这是酱油水的 螃蟹 小龙虾 然后一些炸的东西 这个没什么好吃的 各种冰棒 水果 也有莲菜 猪皮 鸭针 刺身 没有三文鱼 这些都是烫火锅的 这个百叶不错 酒水饮料 这个叫勇闯天涯 地板的话会比较滑 这边会漏水 明显这个海鲜池的话 没有弄好 好的朋友们 准备开吃 他这家以前好像是做 海克斯科技小火锅了 然后现在转做这个 蒸鸡海鲜 想分一碗羹 然后大家不要到店购买 到店购买要一百零级 建议说 公众号上面买 只要85 目前看到的海鲜就是 沙姆蟹青角蟹和红花蟹 红花蟹比较少 然后个头的话有大有小 大家的话要挑一下 那些贝类炉类都有 但是没有花螺 才85块 要求也不那么高 然后虾的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虾 因为它还没到 老板说 那个货正在运过来 虾来了 是明虾 个头比较小 是不是 挺小的 挺小的 海鲜下锅 85块钱 随便吃 青角蟹 开锅开锅 这只螃蟹非常大 先给这个螃蟹松绑 像我们是挑过的 螃蟹挑的比较大 但是它那个小的也比较多 它这个腿肉也比较多 没掰出来 看 这一坨 哇 好烫 正好一锅继续下下一锅 这锅就全都是虾 这蓝花蟹肉还是很鲜美的 不过这个肉 这个螃蟹看起来大 有些它里面是比较空的 就是肉不够紧实 钳子肉 现在吃这里基本都是小螃蟹的 大了都被挑完了 不知道老板后面还会不会再放 这家的外面是新开业 其实很多准备工作的话 是还没有做好的 应该是没什么经验 后面的话 妈妈妈妈妈妈妈 希望会改善 现在比较内卷 都在拼价格 你150我就140 你140我就130 但是我相信它后面 肯定会长的 它一直保持这个85的价格 肯定会亏 沙姆蟹我不知道有没有糕 没有糕 这个也不是每只都有的 不过它有糕的话 这个糕很好吃很鲜 它这个糕的味道就跟那个 100多块钱一斤那个本地糕蟹的 糕差不多 里面肉还不错 像这个85的价格在很多地方的话 也就只能吃科技肉了 能吃这些活鲜的话 已经算是非常可以了 现在厦门也没有那种百元以下的活鲜之助了 这边的话这家是唯一一家 发现这个田子肉比那个生肠肉也好吃 比较扎实 看这一盘虾 很多就是个楼很小就是 怎么了 有点辛苦 这工资带有点大 能不能顶得住啊 穿不住穿不住 像这个的话它肉就很满 非常的扎实 像这个我也不会挑 反正就看运气了 有没有糕啊肉满不满就看运气拿了 但是你只要多吃一点 就能吃到品质好的鲜 它这边这个熟食真的没什么好吃 超烤干巴巴的 就专门吃这个海鲜就可以了 随便吃一点就能回本了 哇都是乐 像吃海鲜的话调这个蘸料啊 一定要放那个麻油 配这个海鲜 特别好吃 上贝啊 这边上贝挺肥的 哇 开始剥下了这个太多了 我和我哥们一起剥 我们来比赛好不好 就是 质问一下剥王看谁剥的多 好来 开始 我还不幸剥不过你 我给你了 哇 剥下真的很累啊 走避都不酸了 这是我剥的哦 你还比我多一点点吧 你显胜显胜 果然说是专业的事情要给专业的人做 刚才又整了一锅这个上贝 这个上贝蛮大蛮好吃的 嗯 嗯 其实这个虾也就 眼口又没了 来 再搅拎一点 嗯 嗯 下面就是这种嘛 就是明虾 小明虾 炫这个上贝啊 这边的老板还蛮乐情的 乐情的我乐想让他上点榴莲尝一尝 哈哈哈 过分了 过分了 哇 很扎实 它有些要带膏的 看 这个又是膏 忘记说了 这个在工作网上面是午餐85 然后晚上要再贵10块钱 就是说 你如果你要加小火锅的话 还要再加10块 就你只要蒸锅的话 就只要85就够了 我发现了这边有东鹏特饮啊 现在的话剩下的螃蟹都 比较小了 挺小的 所以我视频里面经常会强调啊 吃海鲜之助一定要趁早 趁早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好 就是有好货啊 大货都可以先挑 如果你没空的话 来的比较晚了 我建议是说 改天再早点来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 每一顿之助餐都能吃好啊 但是这个店的话 后续是好是坏 我也控制不了 这家的话 现在它那个备货量会不足啊 像到现在的话 后面螃蟹就没有补了 就只剩那些小螃蟹了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 还有一些客人过来吃 那只能吃那些小螃蟹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大家老实说我 为什么你每次吃的都吃的这么好 就像是被老板特殊照顾了一样 其实的话是我比较会吃之助的 像我的等级的话 起码在钻石以上 像很多人大家的话 不怎么吃之助的 也就是青铜啊白银 吃之助也是讲究技巧的 像大家如果能早来的话 正确说 就是来了 不要拿一点就开始吃 就是把桌子拿满了 拿多点想吃的拿好了 然后再开始吃 我吃之助的话 基本上就大概跑个两三趟 就是全部拿齐 但是也要根据自己的食量来 像胃口比较小的朋友 就是不建议一次性拿太多 还是其拿少去比较好 以免造成浪费 就现在那个螃蟹和那个虾都比较小 那螃蟹实在太小了 蒸完之后估计连肉都吃不着 所以说就不太想吃了 然后因为没有加十块钱嘛 所以没有那个煮锅 煮那些料也吃不了 这冰饭还蛮好吃的 像螺类的话 我一般都不太爱吃 除非是有那个花螺 刚刚就看的话 那有些螺的话 会不太新鲜 有点有点臭 正宗的动魂特营 不是杂牌 也蒙管它淋不淋气 反正喝了又没事 好了朋友们也没什么好吃的 如果它还有补一些大螃蟹大虾的话 我应该还在吃个一锅 就说这个价格85元的话 如果你能早点来的话 还是相当值的 如果你晚来的话就没必要了 那就不值了 因为我就坐在这个水池旁边嘛 我就一直观察着它有没有补货 就是冲到那尾的话就没有再补货了 就是刚过来的那一大缸的螃蟹 捞到后面都没有了都没有再补货 然后剩下的话 现在就是小螃蟹都没有人去捞了 因为太小了没肉不好吃 85元以为这个价位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厦门的话 基本上没有低于100块钱的海鲜支柱了 房间的话就一般了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趁早 好了喜欢脑狐人点赞 片家话中文下期见 拜拜